安装所需的配件在KTV套装中都有包含 大家可以看视频中的配件来一一对应 我们先来连接喇叭和供放 需要用到喇叭线两条 首先将供放背后的Channel1转扭 逆时针松开 然后将喇叭线对应转扭的颜色分别插入 之后再顺时针锁紧转扭 注意金属丝的两端不要触碰到 接着将喇叭线的另一头接到喇叭背后的插口 同样要注意颜色对应 另一只喇叭也用同样的方式来接到供放后面的Channel2 然后来连接HDKBOX和供放 需要用到的配件有RCA线 将RCA线的一端接到HDKBOX背后的Audio接口 注意接口的颜色要对应 再将另一端接到供放背后的Inputs接口 然后用HDMI线连接HDKBOX和电视机 最后来连接HDKBOX和麦克风 需要用到麦克风线 将麦克风线的一头接入HDKBOX前方的 Mac A或者Mac B接口 将另一头接到麦克风底座的麦克风接口 最后连接所有设备的电源 注意不要混淆HDKBOX和麦克风的电源 HDKBOX的电源会稍微大一些 现在所有设备都已经连接成功了 可以打开电源开始欢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